邵先生你好 你好 谢谢 请进 好 我叫王卉物 是女界联合会的 我听你们会长徐先生说起过的 说你英文好 做事认真 人也勤快 徐先生谬赞了 小王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浙江同乡人 离上海不远的 洪湘 嗯 沈彦斌你认识吗 何止是认识 我是他表姑 他虽然年长我两岁 但是我辈分大 那你应该叫他 大侄子 高先生 这边请好 起立 各位同学 这位是高俊曼高先生 高先生好 同学们好 请坐 高先生 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新兴女性 她为新青年杂志社工作 是陈独秀先生最好的内助与同道 今天我们请她来为大家讲课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是论女性的人格 什么是人格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 一个人她在社会中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一个人只有在独立有尊严的情况下 才具备人格 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要求我们每一个女人 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约束 未嫁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那你们说 我们女性哪里来的独立 哪里来的尊严 又何谈人格呢 跟他一人们一起合约 五分之一 和你这样吃的 我就可以与政治人格 而是200分钟 实际上 都不会有养五分之一 感谢观看